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款对象目标侦测的视频 用的哪款游戏呢 是这个 大家请看这个画面 这个是超级马里奥Maker制造者2 为什么要选这款游戏 它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 是这样 这款游戏它是基于像素级的一款游戏 它和我以前分析的游戏不同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说我分析的这个主角色 在整个画面当中所占的位置呢 比较小 有的是说 这个画面它是有一个优先级的 当我选择这个小角色进行对象目标检测的时候 是否能够正确检测到 这其实是一个课题啊 所以我呢 又是对于这个游戏 对于马里奥 小小的马里奥 可能也就是32 64x64像素吧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 那么今天呢 咱们就看一下这个我分析的结果吧 好不好 那咱们显然手续马上开始哦 Let's go 好 XD在家中有点兜的符合 再封住就是讲解自己 在之前是这样的一 пес 也有些迪快乐 所以我把这个放弃之间的 还热到诱了 这只剩下了 开始了 好。 猪哥,可能是选择了 不,就算了 我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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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